大家好 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 我是林萧然 美国和中国签署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两天 针对该协议的各种分析是层出不穷 中国国内的财新网引用法律人士的说法称 由于对保护知识产权有严格的规定 因此预计贸易协议将更加严格的打击 中国的假冒和盗版产品翻滥的现象 像淘宝 拼多多 京东之类的电商平台 如果不能够遏制这类商品 很有可能会被中共政府吊销网络的经营许可 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 中共财政部对外发布了协议的中文翻译版本 长达88页 协议中规定针对未能采取必要措施 整治知识产权侵权的主要电子商务平台 双方应采取有效的行动打击平台上泛滥的假冒或盗版商品 协议要求中方应提供执法程序 使得权力人能够针对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 采取有效迅速的行动 包括有效的通知及下架制度以应对侵权 同时规定 中方需要在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 公布工作指南和实施计划 并每个季度在网上公布执行的结果报告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 一位研究电商法的律师分析称 协议所指的假冒和盗版问题 不仅涉及跨境电商平台的业务 理论上 所有电商平台在任何市场开展的零售业务 都受到这一协定的约束 强调屡教不改的平台可能会被吊销执照 执法目的是使电商平台更具有压力和动力 参与打击假货 昨天 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在CNBC财经论坛节目中 直接点名亚马逊 阿里巴巴 京东和沃尔玛 他说 所有这些公司都有责任去对这一问题进行追责 但是有分析说 相比较亚马逊和沃尔玛 其实淘宝网 拼多多等这些中国大陆的电商平台巨头 是最应该受到协议关注的 此前 这两家平台因打假不利 被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给盯上了 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 近年来连续被美国列入恶名市场名单 去年美方在特别报告中就指出 该电商平台持续销售大量的盗版商品 而阿里巴巴扫荡盗版商品的举措无效 无助于改善假货泛滥的问题 最近两年在中国一夜之间爆红的拼多多 这款手机拼单软件 据称是三亿中国人都在拼的新兴电商平台 2018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然而同年该平台就被美国列入恶名市场名单 报告指出拼多多的用户明知平台上卖的是假货 但依然选择购买这些价格极低的商品 拼多多上的假货和山寨产品泛滥成灾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并且价格是极其的低廉 充滞着类似9块9包邮这样的营销噱头 据说这些冒牌货只要在产品上玩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 就能够规避中国大部分法律的监管 俗话说便宜难有好货 但是拼多多上的产品的低劣程度不断秀出下限 比如被中国网友吐槽最多的各种洗衣液 立白成了立日 蓝月亮成了蓝月壳 超能成了企能趋能等等 而像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 Gucci LV Prada等等 在拼多多上的山寨或是因有尽有 电子类的商品模仿苹果和三星的也是一抓一大把 就连中国的国产品牌也遭殃 比如Vivo手机被删占成了Vivi 更可怕的是食品类 有些产品既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生产厂家 虽然包装上有QS食品生产许可标识 但是在中国的监管网站上无法查到编号 有分析说中美签署的这份经贸协议 不仅会让美国人受益 也将汇集中国人 因为大家可以使用上更具有质量保障的产品 一方面美国公司可以依据协议的规定 去追究中国厂商的假冒伪劣 盗版侵权等等行为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必须据此 彻底的取缔这些假冒商品的制造跟贩卖 否则就有可能被美方依据执行规则进行制裁 所以说只要中方诚心的想去掉山寨大国的帽子 有诚意来执行的话 中国人就可以改变购买习惯 使用上质量更好的正版产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交代的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 我是林笑人 下期再会 字幕称者 杨农爷们就 message 가